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明天将会在国会发表财政预算案 他表示上个财年出现前所未有的赤字 政府需要动用储备金来应急 下来几年的财政情况将会继续吃紧 王瑞杰副总理在Facebook贴文表示 明天将公布的财政预算案主题围绕团结一致越战越勇 副总理说要在危机后变得更坚强 我国必须创新和推动经济转型 加强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并支持有需要人士 我国也必须继续谨慎管理开支 为子孙留下更好的未来